欢迎收看小李婆球最新消息 丁宁最新身份报告 球迷激动 非常祝贺 刘世文又打 刘世文被越拉越远 虽然小岛最近也打了平常联赛 但是丁宁可以说是正式的 毕业之后是走马上任 走上仕途 首先是参加了中国大学生 全去咱们中国台湾省去放学 就是互相看一看 他也是作为奥运会冠军 跟那边切磋了一下 赢得了一贯的好评 第二 回来之后就马不停蹄的成为了 中国大学生运动会 中国乒乓球 代表团体的副领队 是乒乓球的副领队 李武军也搞成了 中国中国代表团的副领队 那级别太高了 那也行了 乒乓球的副领队也行了 可见未来 未来不知道 宁建下哪个方向的方向 希望宁建越来越好 宁建在北京青年 青年是不是还有植物 这不太清楚 当晚领队还得开一会儿时间 这比赛 确实 看看这个前天一他们能不能拿金牌吧 对于来说这个还行 用不用上反正中他吗 不用呀 那不欺负人吗 有人说张不知何来不来 这还不太行 反正又是一个比较大的赛事 也是去年延迟的吗 因为去年原因也大家知道 某些原因 像现在那个字 我就不说了 期待 期望咱们大宁建 期待咱们大宁建越来越好 曾经的女队队长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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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